每天在电话里面 他没结婚就说你要跟他睡觉啊 你要跟他睡觉啊 你要跟他睡觉啊 视频中的中年妇女叫陈芳 她说她遇到了人生中最让她头疼的事 向我们寻求帮助 陈芳今年65岁 育有两个女儿一个儿子 三个孩子 目前只有小女儿没有成家 眼看女儿已经30多岁了 成了村子里的大龄圣女 陈芳暗地里十分着急 今年2月份惊人介绍 认识和女儿同岁的男子朱鹏 朱鹏为人老实勤劳能干 又曾和女儿是初中同学 陈芳对这个女婿很是满意 相处两个月双方结了婚 心里的大石头刚落了地 不曾想结婚不到一周的女儿 就跑回了家 再也不回婆家住了 原因是不想让丈夫碰自己 女儿的做法让陈芳十分恼火 其实你自己觉得作为岳母娘 你还是觉得女婿对女儿挺好的 那肯定是好的 那两三十岁了 人家居老婆发这么多钱 他是不是希望老婆回家 过好日子是不是 他告诉记者女婿 曾多次来家接女儿 还表示如果不喜欢自己 可以离婚 可是每次都遭到刘婷的拒绝 气急败坏的陈芳 就拿着女儿的衣服 把她送回婆家 客前脚刚到家 刘婷就会跑回来 反复几次 陈芳觉得 女儿女婿的婚姻矛盾 没那么简单 这个女儿就是陈芳的女儿刘婷 刘婷说她曾和丈夫是校友 丈夫学习很好 她也对丈夫有好感 但当记者询问刘婷 既然同意和丈夫结婚 为何不让丈夫和自己同居呢 不是那样的吧 我觉得两个人之间 不是一定要非对着对着对方 才是相处的好啊 我觉得他在我的生活中 扮演的角色 或者是没有对我造成太大的阻碍 面对记者的询问 刘婷给出了一个奇怪的看法 她说解了婚和保持距离互不冲通 并不是所有夫妻都会长长久久地生活在一起 互不打扰彼此的生活才能走得更长远 刘婷还无所谓地说 如果朱鹏要离婚自己也会同意 这时陈芳接到亲家打来的电话 表示让儿子和刘婷离婚 于是陈芳和记者一行人来到了朱鹏家 刘婷的公公告诉记者 自从儿子和儿媳结婚后 虽说是生活在同一个屋檐下 人却是分房睡觉 这样不仅伤了儿子朱鹏的心 也伤了他们两个劳两口 听了亲家的话 陈芳十分的内疚 他不停地向亲家道歉 可是一旁的女儿刘婷却不为所动 记者找到朱鹏 朱鹏直接表达了自己对刘婷的爱意 从我们扯证到现在已经三个月了 三个月了 三个月 一百天 一百天 他说和刘婷是自愿结婚 自己也是十分喜欢刘婷 刚开始刘婷不愿意和自己住在一起 他以为是妻子害羞 后来多次与妻子沟通 刘婷都是始终逃避问题 甚至现在去了娘家一去不回来了 朱鹏的语气带着无奈和无助 朱鹏告诉记者 和妻子结婚前听说刘婷曾患有抑郁症 但是因为自己太爱刘婷 又觉得当时刘婷定没有什么不妥 所以在家里人反对的情况下 他依然决定要和刘婷结婚 可如今妻子种种异常的表现 让朱鹏觉得刘婷现在的表现就是抑郁症 陈芳把女儿女婿叫到了一起 他告诉女儿 既然结了婚生儿育女是很正常的事 陈芳的话引起了女儿刘婷的不满 本来对丈夫还存有好感 被母亲催促后就更加厌烦 经过女婿朱鹏的提醒 陈芳拿出之前 刘婷一个人跑到北京看病的诊断书 诊断书上写了刘婷患有严重的被害妄想症 精神分裂症等情况 那么刘婷从什么时候患有精神分裂症的呢 在小的时候头续成绩很好 在那个小学头小学的时候 知识还是班长 知识是第一名 真的啊 都高中的时候 他在那个诊断书下 还得了还一回一百五十 一百五十的钱得了好多费的 在高中是高的年轻一张 高年轻一张还是高高长 还是高高长 高大学的时候就没有搞好 你感觉你女儿的问题出在哪 就是出在那 只把是没有搞好大学 没有可能好大学 母亲陈芳告诉我们 刘婷从小学习都很好 从小到大得到很多奖学金 可是自从大学失利后 女儿就变得沉默寡言 不与外人交流 一开始家人也没在意 直到刘婷自己跑到北京看病 才发现了不对劲 想想自从刘婷去北京检查 也过了很多年 陈芳决定带女儿刘婷到医院看一下 刘婷的精神状态是否恢复正常 看过刘婷的检查报告 医生表示刘婷的一些症状已经消失 但与人接触存在障碍 这样的隐形症状还未消失 你看我结婚之前是 我妈妈要我去结婚是吧 那个同学以前在学校里面 她是成绩特别好的 我是那个特别通话的学生是吧 你们两个是同学 差距特别大 然后结婚了之后呢 妈妈呢 妈妈姑姑姐姐 每天在电话里面 她没结婚就说 你要跟她睡觉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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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天从早到晚不停地说 你说我怎么 你说我压力大不大 我就是有那个心情 我也大不了 是不是 刘婷告诉医生 朱鹏学习出色 自己对她也是有好感的 可是家人一直催促自己结婚 结了婚又催促自己和丈夫同房 久而久之 自己压力特别大 从刘婷的谈话中 医生得知刘婷现在的症状 还存有精神问题 建议她吃药治疗 医生建议刘婷的母亲 不要给她过大的压力 让她顺其自然 刘婷也同意吃一个月药 她也把现在自己的情况 告诉了朱鹏 她不想离婚 希望朱鹏能理解自己 给自己一些的时间 得知妻子不想离婚 朱鹏又何尝不是呢 她听从大家的建议 给妻子一些时间 帮助她走出抑郁症的阴霾 生活中任何事 都不是一帆风顺的 当夫妻携手共渡难关后 等待她们的 就又是一个新的开始 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